你知道一个人穿的名牌 名牌都在说话的 这个名牌这个 邱杰尔在说话 名牌说话是 他用招牌说话 他无论是H也好 是L也好 是G也好 还是C也好 那个logo越大 他的音量越大 他在对全后机市的人在广播 就是我是谁 我是谁 他的全身上下都是那些牌子 但是呢 比他这些牌子的音量更大的呢 是他的手机的音量 因为他在用视像通话 然后半夜一两点 全部人都昏昏欲睡 他拿着个手机 隔得很远 怎么样 你看到我了吧 你瞧瞧 你瞧瞧 然后全 全 整个后机市 一下子 然后所有老外都懵了 这怎么回事 以为是要报火警了 还是怎么样 就完全没意识到 其他人的存在 就是 但这个 这就跟规则无关 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规则 如果后机市很明确说 进去之后请关掉手机 不要用视像通话 他也许会听 如果有人来督导 他更加会听 但是如果从来没有把这个规则写清楚过 这种不言自明的 这其实是这种公共场合的潜规则 他就很难掌握 我有一个电视公司老板的朋友 上次给我学的 把我笑坏了 说是他做这个头等舱 旁边来了这么一位 后来分析啊 应该是头一次做 反正往那一坐 你就听到 就直接视像通话就来了 哎 我那个到北京啊 我跟那个冯小刚约了吃饭啊 那个什么 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说了这么一通 然后坐那就开始 就顾盼自雄左右 然后主要是旁边有个 你记得那个座位旁边有个阅读灯吗 对 看看最后没人 来杯橙汁 哈哈哈哈 他以为是 来杯橙汁 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 你就比如说这个刚才义军讲的 他有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说这个有些人不爱守规则 比如说这中国是过红绿灯 后来我发现问题得辩证的看 跟规则的制定有没有关系 你比如那次人们就说 说啊说中国人凑齐一小撮就闯红灯 他说但是呢 在很多路段呢 你有没有考虑到 在很多路段 车机动车走能长达几分钟 没错 行人走只有十几秒 给行人的绿灯就是十几秒 对 我发现其实今天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就社会 就社会规则方面 这种行为秩序方面 其实每个个体都是在进步 规则的制定也是有进步的 其实在上海现在就是有那个 规定了行人的那个路权 就你车子如果看到人 一定是先让的 但是我就发现就是 嘉惠刚才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发现其实中国人常常 我们是在抱怨就是 你规则本身你不合理吗 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个事情 其实除了一般我们讲的社会上的这种这个秩序以外 我们心底里我们的哲学 我们的初始哲学经常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真的按照你这个规则做 其实好像好傻呀 是不是 如果我不遵守 我超过去 有什么办法 好像我能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 是不是我们内心有一种超越这个 你讲到这个文化基因这个确实就说起来就有得了 就是说你看过去咱们听过一种理论 比如说西方人要叫我说就觉得有些时候守规则到了轴 咱就觉得太轴了 是吧 不知变通 但是呢 他们讲呢 比如西方这种契约精神呢 源于呢 跟这个他的信仰很有关系 比如说是基督教 他是 好像这个契约呢 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立约 所以他脑子里啊 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你就哎 咱立人跟上帝所立的约 这个本身就有神圣性 他是不容你 不容你这个利用的 我也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是这个文化基因 或者说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说 在西方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 他们个个都是圣徒 我不这样认为 其实我最近看了一个 我觉得是个史料 但是像个段子一样 他说那个亨利八世 他是在英国 就是英格兰国王权力达到最巅峰 因为他自己 他娶了个老婆以后呢 要去娶这个王后的这个侍女 他要把那个王后先修掉嘛 他以前不能 对 不能那个离婚 他是那个第一个 对 那个西班牙人 对 然后呢 他就跟那个教会 把那个教会的权力就也拿过来 政教合一 他很大权力了 好了 娶了那个 那个侍女以后 侍女过几年 他也不喜欢了 要娶这个侍女的侍女 要把他的第二个老婆也要杀头 那他要找个罪名啊 他就说他这个通奸 那好了 那你 他当时已经是国王 权力很大 他也不能说我 说你通奸你就通奸 我得召开这个听证会 六十多个贵族法官坐在那里 然后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 跟什么人在一起 这个男的长什么样子 包括什么尺寸啊 说的什么话呀 各种 所有细节 包括国王本人的身体特征 什么全都要说出来 这个法庭最后是判了 那个安尼伯林 他那个王后的斩首嘛 但是在他得走这个程序 他所有的程序 他都得走 就让他自己很丢人 他说当场有一个贵族就问了嘛 说这个啊 我们干嘛还要走这样一个程序呢 那个法官就说 这里是英格兰 但是你看啊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看过有一次有人说 说这个田济赛马的故事 中国古代 田济赛马的故事 说现在还有没有在小学课本 当然这哥们说的 有点是不是太极端了 他说这样的东西 不能再出现在这个 不能再这么教育孩子了 他说田济赛马 这是中国人当成一个智慧 其实要照我说呢 我后来仔细辨析了一下 在史记司马迁的记载当中 就说这个孙斌呢 跟这个田济出主意 你不是赛马老叔吗 你跟这个齐王赛马老叔吗 那么这个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啊 描述就说 他就看到这个他们赛马呀 马都分成这个上中下三等 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到这个规则 然后呢 孙斌就说 我有一招能让你赢 你下中注 你下中注 绝对能赢 你呀 就拿你的上马去比他的下马 你输了一阵吗 然后呢 你再拿你的中马比他的这个下马什么的 反正最后就是三战两胜 三战两胜 你赢了 所以后来 有的人他就是说 这个给 你要是这么老教孩子 他是不是会培养起这个规则呀 是可以利用的 这个规则呀 是可以绕行的 没有啊 你刚说的是他没规则啊 他没有 他有这个规定 但那个马没有身份认证 马没有检查 他已经是什么马 那我可能没有 有漏洞 他不是规则 他是默契 他说他没说明什么叫 一定要上马对上马 有啊 我就说这个地方我做了考古啊 司马迁的史记里 我认为这点没说清楚 没说啊 只是说他们的马呀 分成上中下三等 要默契 但是呢 在民间故事当中 是这么说的 民间流传的民间故事说 本来呢 是上等跟上等比 中等跟中等比 那么你要是这样的话 规则就是明确的 而孙变出的主意 要按照民间传说的 这个说法讲 无异于犯规嘛 是吗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还不一定是什么文化基因 就当然文化基因不是不重要 但有时候改变一些 我们觉得不令人满意的状况 可能是需要提供一些 社会的支持 或者资源的调配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 你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愿意 遵守过马路 要走一定的安全道的路的一个规则呢 很简单嘛 你增加行人的方便 你如果整条马路 长达比如说五公里的路面 没有一个斑马线 没有一个实质 没有一个红绿灯的话 那人人都穿越马路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地方 你觉得怎么垃圾那么多 通常你仔细看 只是因为那个地方垃圾桶不够 你给足了垃圾桶 它就不会那么乱扔了 那你在透过很多的社会的 现成的制度的改变 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最近几年 我们如果去日本 包括去台湾旅行 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你有手上有个垃圾 吃完什么 你要扔很困难 对 我一直拿着头几里地 对不对 找不到垃圾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鼓励大家 少制造垃圾 所以它叫鼓励垃圾分类 你如果接上的垃圾桶 它不好分类 所以他们慢慢变成 养成一个习惯 尽量不买那些 不用那些 用完了就马上丢的东西 那些塑料包装 自己带东西出去装东西喝 或者怎么样呢 我自己带个垃圾袋 我今天吃完了个什么东西 喝完把那个垃圾 丢在自己的垃圾袋 放自己的包 回家之后 我还能自己分类 所以凡是垃圾分类 做的好的国家 你注意他们 也是用这个策略 就是透过路面 减少垃圾桶 它的前提是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 不会扔垃圾在街上了 所以我减少垃圾桶 你们就变得 是不会在街上扔垃圾 然后被迫 你要把垃圾带回家 那需要水到渠成了 去年的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他基本上就是 那个行为经济学 就是规划这一套 他举太多类似的例子 其中一个 我们男生都知道 就是说上厕所 然后那个 尿那个叫什么 尿盆 尿盆嘛 经常杀到通地 像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对 他其中举一个例子 那是应该是 德国还是丹麦的发明 那个专利 这是尿盆里面 放个小苍蝇嘛 那只小苍蝇在那边 你们女孩子都还没见过 什么意思 他是这样 你知道尿盆 大概是什么形状吗 虽然你不怎么见他 我尿过 对 小苍蝇 然后呢 他在这个尿盆的底部附近 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 小苍蝇在上头 他是在引导你下意识的 把这个尿是对着他来撒 精准一点 给你个目标 对 给你个目标 你跟女的没法聊 我让女观众 我要鼓劝一下 基本上那个苍蝇啊 不会在尿盆的底部的 因为当你瞄准他 尿歪了已经太晚了 尿到地上 就在尿盆的中间 底部往上一点的中间 然后你要瞄准 有时候我跟其他男人上厕所 还是比赛 看谁尽快把苍蝇打下来 最近我发现 江辉干什么事 准头都提高很多 他天天练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男平常也要的 没有准 不是 这说明啊 就是实际是个双向的 这个互动的 就是一方面你说守规则 另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制定规则 执行规则 如何入情入理 你比如说我听过那么一个 就是说 好比他们讲 美国什么哪个州的法官 比如判一个案子 说交警啊 开了这个罚单 你看他是有规则的啊 比如说九点这才可以开始停车 结果那哥们呢 比如说家辉呢 是8点50停了 那法官他这个时候有个自由裁量 法官就可能不罚了 就说我认为时间已经够接近 就可以了 这是在有规则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呢 他也有 网开一面的 网开一面的一定的弹性 再有一个你包括 说实在的 咱就从历史上讲的 这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为什么今天有些家长就是说 我该教孩子守规则 还是不守规则 你就要纵观人类历史 有那么一句话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就是过去有一些不适应于时代的规则 那么你社会要发展 你比如说广东 对吧 很多人做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他得是绕着这个规则走 如果不这样 你看当时邓小平南巡 就是胆子要大一点 你得赶闯 你像当年蛇口招商局 这个这个袁庚同志 对吧 他在这 那当时很多开拓的 应该可以说呀 是一些无规则的地带 甚至是有规则 但是他设法 绕开了 绕开这个规则 那如果没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你往往带不来一个新时代的进步 即便美国也是这样 说早期资本主义 咱都知道 西部牛仔那个时代 最早期 那甚至很野蛮的 跑马圈地 你跑马跑多远 你圈多大一块 这就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西部片有个历史基础 砰砰砰 有时候就动枪 那争到了 然后呢 社会在制定规则 保护你的私有财产 但是你这个头 你这个原罪 你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问题 从这哲学上 你该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其实规则 就像刚才讲 如果是为了要跟陌生人相处的话 我们是不能不遵守 你比如说一个 做自来水厂的一个工人 他有一天早上 他不守规则 该做的一个程序 他没做 整个城市的人 早上起来喝的水 都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办 只要今天我们一个人 不守一点小规则 我们都会牵连到 其他人的生命 现代社会复杂到这样 所以你不能不守规则 可是问题是 所谓的规则 是要用来打破 指的是什么呢 通常几种情况 这个语义上 我觉得要辨明的很清晰 一种呢就是 所说的规则 也许是商业社会的潜规则 或许是一种思想上面的 一种的 大家遵循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真的讲到 是一种类似法规的规则 却不应该是说 它是定来用来被打破的 如果我们真觉得 随着社会的变化 时代的进步 它不合理 情不合理了 那我们应该用 合规则的方法 来改变这个规则 对 你说的这个对 就是很多人的思路里边 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结果对了 结果对了呢 那我即便违反了规则 往往还会受到赞赏 说你看 他有勇气突破了 因为中国人最看重的是效率 就这个事情 我最快好省能做完了 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结果 但是效率这个事情 它是最显而易见的 是每个人看得见 我这条路 我找十个工人来修 但是他周六周日 他都要休息的 我肯定没有你那个 那个就是全天后 你开工的那样快 对不对 好 他盖完了这条路 好 因为它效率高啊 你看这个东西显而易见 但这个背后很多 可能是那个工人 可能会累死了 然后你长远了 没法劳动法了 这是太多的是长远的 这些东西往往是你看不见 所以我们会觉得 突破规则好 但实际上你突破规则 最后会也有 它会有代价 所以刚才那个文道说的 你要用一种符合规则的办法 去重新建造这个规则 我觉得这个特别对 可是里面有一个问题 要用守规则的方法 来改造这个规则 而那个规则 刚文涛说 再情再理才行 我举香港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 香港几乎 好多 我不敢说所有人 绝大好多人 是最不守规则 在一个点 在哪里啊 违章建筑 来来 我们叫情金 最近又爆出来了 险建 真的 你从最有钱的人 最高官到下面 我们要炒根 甚至更炒根的百姓 你去随便去一家 一个家里 几乎大大小小 总会抓到 那很简单 坦白说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因为那个很多规则 不在情再理 比方说你要买个房子 才八十平米 你要盖 想弄养花 弄一个花槽什么 你可能要申请 要等九个月 一年五个月 然后再去花钱 请三个什么认可人士 来看哪一种 有没有结构安全问题 对 然后还可能还要等待 所以说那种反手的规则 根本不在情再理 还有一点呢 说回来地产霸权 当我几百万买个房子 是八十平米 我只要偷偷多弄了八平米 我就多赚了百分之十 我从地产霸权地产商手上 赚为百分之十 有正义感 正义的犯罪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了解说 对呀 实时当年好多年前的 定的种种的关于 违章建筑的法规条例 真的是合理吗 还是不是那时候 的殖民时代 英国官员 很简单嘛 管嘛 定个法 就这样管 哪里合理 哪里不合理 你首先要明白 要规则 承认是有问题的 然后也明白 整个大环境地产霸权 多可怜 对呀 你不觉得 那个法 你要首先觉得 它有问题 但是你觉得这个法 如果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咱们自己 全钱建 全家建 违章建筑 我没这样说 你肯定 你肯定去通过程序 所以呢 你知道 我为什么老讲 这个文化基因呢 因为我看很多 这方面的文章 都不知道 对不对了 但有些人呢 甚至归罪于 就中国禅宗 就是讲究 不立文字 然后直指 人心 你健庆成福 就是直接到目标 直接到目标 然后呢 就是说 他就说 还有一路 可以不用这个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走过来 说你可以直接到那 对吧 所以他们就说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 也是福 你知道吗 我其实觉得 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 真的 就是他在最高的巅峰处啊 有那么一点糊涂 就是他不是 你比如我有时候 跟德国比 跟日本比啊 他们的优点 秩序 规则 我看得到 但是有时候 我看中国的东西 表现在中国 比如说书画上 我有时候觉得 那种啊 在这个 这个 若有益 若无益 若有法 若无法 确实是一种 很高妙的境界 但是呢 放在那儿好了 就是你要是一个 落实在 我马路都有境界 你知道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现在体会到这个代价 就你们说的 就是说 不择手段 达到目的 这个代价 你知道 这种精神 有一段时间 我甚至认为 直到现在 都是一些企业内部 鼓励的精神 当年有一本书 叫《狼图腾》 这个《狼图腾》 我就客观的讲吧 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梦意 或者作为一个 他的一个话语 对吧 是可以成立的 对吧 但是呢 你要把它当成 跟企业之间 商业之间 打交道的规则 你比如说 有的这个企业 我最近有时候碰到这个事 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 就是他教他的下属 就是说 这事他同意 咱们固然干 他不同意 咱们也一定要干 怎么办 偷偷的干 不然他看见 只要干了就行了 干了就是好的 我们不用跟 后来我就发现了 我就恼怒 恼怒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见到你们 在你们的公司里头 鼓励你们的员工 狼性 是吧 不达目的 死不明目 对吧 不择手段 我说鼓励你们 有利用狼性精神 我说了一句妙语 我说可是你要明白 狼最后没赢过人 你在人类社会里 你当狼 我说你的下场能赢吗 狼现在在哪待着呢 你应该当人 你应该教你的员工做人 你怎么能教你的员工当狼 你知道吗 你刚才讲的 狼性这个事 我们很常错误的 利用了很多生物的隐喻 对 在社会上面 像你刚才讲的很好 人到最后是把狼 给收拾掉的 对啊 但是我们就总是 很崇拜一些猛兽嘛 比如说鹰啊 狼啊 狮子啊 虎啊 我们常常强调 大家要学这些食肉动物 但是你如果真的 从动物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到最后都是很失败的 到最后赢的并不是狼 而是羊啊 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我们所说 我们鼓励丛林法则就是 你一定要胜过别人 其实你如果从物种来看的话 羊绝对胜出了 为什么 羊因为成功的 因为它提供服务给人类 所以羊第一从数量上来讲 绝对超过狼 狼今天被扑杀到 已经要被保护的地步 然后第二 羊又因为人太爱它了 所以羊的很多的物种的多样性 今天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了 狼是变得越来越可怜 就你今天在欧洲要找狼 很困难 现在其中一个问题 你知道欧洲现在其中 你们瑞士啊 就在发生在 因为过去20年 大家说狼太少了 要保护狼 所以保护了一轮之后 现在狼又出来了 然后狼一出来 又去对付那些羊了 所以现在又发生问题了 所以我就跟他的公司老总说 我说你玩了半天狼啊 最后你就当心 混成那个宾威保护动物 你知道吗 这社会里没有你生存的空间 我在想象假如 我是那个小孩 因为也听闻到说 什么都从物种的角度 我会这样回应的 我说陶哥啊 你刚说到最后人去赢 问题是最后吧 他们赢吧 接一颗我先赢的 在他们干这样子的时候 他们会想 当老将来再当人 对什么什么物种 最后又羊赢了 最后吧 可是眼前我先要赢 而且说到最后赢的 不一定是羊啊 闻到 从物种角度 赢的最厉害是什么 蟑螂 对当然 蟑螂嘛 对不对 数量来说 年龄来说 都是蟑螂啊 蟑螂最黑暗 最懂的 跑来跑去 但是他们可能就认为 羊和蟑螂 这么卑微的生存 他们有蟑螂 狼格 他们有羊格 他们有人格吗 但是我觉得你翻过来说 难道狼就有人格吗 他不需要啊 我这个时刻 我赢了你 我吃了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跟他这样讲 那样年轻人 按道理应该感动的 可是他做还是做狼 你叫当人吧 就要眼前快嘛 就要眼前快 哪管身后事啊 就是这样嘛 但是你说 要这种秩序啊 尊重秩序这个东西啊 是怎么形成的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要不我说 我自我检讨 我也不尊重程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吧 但是一个失败的中国人啊 就是说 我有时候也真觉得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禅宗这个 就是说这个直指人心 就是 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 就是说 我就说你一个人啊 对于我们最终达成的终极目的 你要念资在资 你的一切努力是向着那儿 如果从这儿走 能到能到那儿 那就从这儿走 我心里都有这个 因为什么 就跟他们讲印度一样 说印度搞这个程序啊 这个投票啊 这议员们打的 连个公园 20年你也盖不起来 你知道吧 就是就讲程序啊 讲程序这个议会里面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整个的这个过程 它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没有 就我们今天也许说 印度是什么 它有它的那种西方民主在实行 但那套民主在印度 从来都是被印度化的民主 就印度是有印度 自己的一套 你比如说你今天在德里 在很多地方 你都能够碰到有那种小孩 那种年轻人 二三十岁 就是你要搞定什么 他都能帮你搞定 你要跟他弄本什么通行证 去袭京那些中国不乐趣方 没问题 我给你搞定 还真给你搞定 然后你要跟他说 比如说我明天就要个保时捷 行啊 来啊 要给你弄一个 但是整个车是改造的 根本不是保时捷 他样子弄的个保时捷 一模一样 二十四小时办得到 你要讲效率 他们也都提高 就他所有人 也都是那种野心 那种打破规则的动力 那种就是见缝要插针 那种逐利而往 那种狠近 我觉得今天的印度 我最近几年发现 现在印度要比 现在中国很多了 难怪大家说 再过十年 他人口红了一上去 你真不知道 他会是什么情况 你的印度 他也是埋藏着狼心 那他太厉害了 这个初衷 就是说你不管是干什么 你到底最后想得到什么东西 你刚刚说到那个修禅的 这个我不懂了 你就您更清楚了 我最近听了一个 一个大法师讲的嘛 他说有的人 他真的能修成到那种 我们说悟啊 开悟的那种境界的时候 他说但其实真正修行的人说 你不能停留在那里 就那个境界很好 特别喜悦 但他说你不能停在那里 那只是修到一个阶段而已 对 他说 一个阶段而已 他说有的人要再往上 其实最高境界 可能他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所求 佛教蛮好用的 是刚刚说到种种规则 说回来 我觉得佛教 我经常挂在嘴边 方便法门 当我想打破规则的时候 就方便了 都好听啊 对啊 没关系啦 文桃方便法门 实际上就是 到了一个境界 这个东方哲学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方便道 他这个方便道 也给更很多的逾越规则 提供了一个借口 那这个也只是 中国人才这么爱讲 方便法门 你原来的 比如说我常讲 玄奘法师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来说明中国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他是中国最出名的和尚 人人都知道他 人人都知道他西方取经 但是大家知道 他取了什么经回来 大家知道他取经回来 要干嘛吗 他也创立了一个中派 慈人中 也就法相中 在中国 对啊 就中国就传四代 就没了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和尚 他创立了中派 传四代就没了 因为他太不中国了 他那套就很印度 印度那套东西是怎么样 印度佛学里面 是要讲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则 比如说辩论 他们一天到晚辩论 辩论的整个流程 是有详细规定的 一个字 一个流程上面的 都细小错误 就决定你会失败 而且那个时候的参加辩论 很多时候是生死辩论 比如说我答应参加一个辩论 我输了 我割头 都是这样的 非常严酷的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哎呀 这何必呢 太繁琐了 而且那个推论的过程 太细密了 什么一个心理现象 还要先首先分析出 68种不同的 这种元素的作用 然后这68种元素 又能够互相搭配出 几千种的什么 一想到头都大了 我们还不如直指人心 哎呀